好,我們最後回答這題港股 有個朋友問碧桂圓服務6098 這是大巴士 他說32.5元有貨 他說什麼位置食股好呢? 怎麼看物館股的前景? 其實碧桂圓服務 最好是嚴守止損 我覺得最好的做法第一是嚴守止損 第二是不要浮高了一陣子才去追 因為用近半年出版 你這樣做的風險是非常之快的 你會發覺每次由低位 你可以做回統計的 你每次在這半年裏面 你每次由低位 哪會這樣做 每一次是由低位反彈20%你才去追的話 你會發覺你沒有一次成功的 你每一次都是打穿下面那些位 或者甚至是回回你去高追的那個幅度 相反你是向操作的 每一次是跌到非常之恐怖 又在那裏傳又說母公司有問題 那一刻你夠膽衝進去 在歷史的角度去到現在 因為現在碧桂圓2007都未正式倒下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在近半年出版 你反向聽到有危機你才衝進去 兼且再作為一個風險物理 你設定止選的話 你這樣做其實是倒下來是贏的 OK 那現在碧桂圓2009的 由25-6元的位置都弄了不少 所以變了我覺得這些價位 其實真心說你的水位不夠多 其實你32個領域買 其實不是真心地安全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搏到他 打他35個領域那些 那你其實坦然我會覺得你撿回身材了 OK 那最後你也補充一句 如果有些人是長頭碧桂圓的服務的 我是都要坐碧桂圓服務的 那他的世界觀呢 就只是博碧桂圓永恆不丟 而兼且房地產是信念 就是這一兩年是會有一個比較明義的服務 你要壓住這兩個命題都中了的話 你6098才可以反映到這麼多龐大的 所謂的反映他的所謂的股值 但是這個過程是有痛苦 有很多驚激驚奧 這個和最後一定成功的都未必的 所以你是長持6098 無論是心理和生理質素 你是要非常之高才能爭取得到